Hello,大家好,我是你 今天我就良心推荐8款高效率APP 那你花更少的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 同时也帮助很多像我一样 不够自律、UI、拖延的人变得更加自律 如果大家选的APP更有效率 可以发在弹幕、评论区 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自律和高效率是紧密相连的 更高的自律率也会相对提高我们的效率 自律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脑子告诉我们是时候应该去写作业、去运动了 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还在不停地刷视频 我看过非常多关于自律、拖延症的视频 每次看完之后都像是打了鸡血 信誓当然觉得我的人生即将要改变了 但是基本上无一例外 十天半个月内又打回原形了 在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经历失败之后 我感觉这些视频所说的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我还是需要直接去除干扰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苹果自带的APP Screen Time及屏幕使用时间 利用这个APP我过上了60天自律的生活 我将Screen Time分为三个模式 正常模式、困难模式、还有地域模式 我建议大家直接忽略掉正常模式 因为自己设密码 但是密码还在自己的手上 其实手机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还是会不断地15分钟、15分钟的延长 最后干脆直接关掉Screen Time了 所以我直接开启了地域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我做了五件事情 一个是限制更改账号 另外一个则是建立了一个新的 用来找回密码的邮箱 然后将密码、邮箱账号都发给我的朋友 再删除聊天记录 三是将无法使用手机的时间设置回 周一至五凌晨12点到晚上10点 周六周日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 四次选出那些必要的软件 五是交出任何可以供自己娱乐的东西 比如说Switch 在Deepwork及深度工作这本书里面 就谈到如果你想要有深度的工作 你就需要一个没有干扰的学习环境 一个简单又规律的学习模式 在开启地域模式之后 我不仅有了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学习环境 也有了一个有规律的学习模式 比如说这样 但是每学习一个小时 我都会大概休息5到10分钟 第一次开启地域模式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难受 我是不是想要开启手机 看一下微信刷下视频 但是每次接收手机之后就又关掉了 因为我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娱乐项目 时间一久我就没怎么去看我的手机了 而且我发现我更容易专注学习了 也不怎么拖延了 我在Washington Post及华盛顿邮报上 就看过这么一个文章 是这样说的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会拖延 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任务 让我们感到害怕紧张 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做一些其他更简单的项目 比如说刷视频 打游戏 让我们感到短暂的解压 但是往往结果会更严重 所以当我们开启地域模式 就几乎没有任何干扰 没有任何其他的娱乐项目了 剩下的几乎就只是直接面对问题了 我知道这套方法 听起来好像一点娱乐都没有了 其实我只是把娱乐 还有学习时间分开了 白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专注学习 然后每天我都有60分钟的午休时间 每周一三五也会有一个小时健身跑步 而且任何时候我自己累了或者不在状态 我就去健身或者睡觉 休息好才有精力去高校学习嘛 晚上10点之后我就有两个小时 随便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周末的时候早上学习半天 下午就快回门出去玩了 因为工作绿的时候已经非常努力了 该做的事基本也做完了 所以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尽心的玩 在地域模式下我真正度过了30天 然后我的成绩有所提高 也感觉到自己有一点点自律 每天能做的事情也更多了 于是我就过渡到了困难模式 在这另外的30天我开启了一些 不是特别容易上映的APP 比如说新闻看书podcast 我甚至也试着开启Safari 油管 B站 微博 但是没几天我又陷进去了 所以我赶紧把它们又全部关了 总的来说60天使用Screen Time 让我觉得自律一点的生活 比不自律的生活来得更加的快乐 因为每次熬夜赶功课 熬为自己没有好好努力学习 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心累 少了这种愧疚感就真的轻松了不少 目前为止的话我还没有打算回到正常模式 至少会继续使用困难模式30天 一来是我要完成我自己的90天 养成一个好习惯的计划 二来是我想要知道自己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去养成一个好习惯 如果大家觉得凌晨12点到晚上10点太困难 可以先试试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 或者下午3点6点 周末也可以完全不学习 总之怎么适合怎么来吧 方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你一定要把这个方法调整到适合你为止 娱乐社交解压肯定是有必要的 但是最好和学习分开 不要让其他东西干扰到你的学习 深度工作这本书就指出 即使中途回隔信息 其实也会大大降低我们的效率 这就是为什么杰克罗林在写哈利波特 玩生气的时候 他为了能够有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 他甚至搬去酒店继续创作 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个预算 但是可以通过Screen Time 这样的APP大量减少干扰 我们大多数人在看书看新闻的时候都会标记一些重点信息 深词 但是不是所有的网站和APP都支持标记功能 很多APP和网页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 所以标记的东西都是散落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更多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复制粘贴或者导出到紫禁的文档 再说呢 这机械性的过程就真的是既好时间又枯燥 我就一直在想 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能够避免这些机械性重复的步骤吗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剑桥学霸阿里的一套学习系统 真的解决了我的困难 这套方法需要利用一个像是中间人的核心软件 Readwise 自动收集不同APP的标记 并自动导出到你想要的APP里面 以Kindle Readwise还有Notion这三个APP作为例子 第一步是将Readwise还有其他两个软件 建立联系 登录Readwise账号 授权Readwise访问Kindle 还有Notion的账号 这样你在Kindle上所有标记的内容都会出现在你的Readwise账号里面 然后Readwise会自动将所有的标记导出至Notion 最后我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收纳不同的单词还有知识点了 所以总结一下这套学习系统需要一个阅读工具 一个中间人词的软件 一个编辑软件 但是阅读工具和编辑软件必须都是Readwise支持的 我更多是利用这个学习系统阅读新闻 收集英文写作的例子还有好吃好具 所以我经常会用到Instapaper 通过视线安装浏览器的插件后 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就可以将感兴趣的文章导入到Instapaper 然后再跳个自己感觉比较舒适的时候阅读 之所以我很喜欢用Instapaper来阅读新闻文章 一来是因为我可以随意标记 二来是少了广告的干扰 这样我就可以更专注的看新闻了 听阅是一款资源非常多既能看书又能听书的APP 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自动标记声词功能 系统会自动在两句话之间标出声词的意思 我们多数人看书遇到声词的反应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看完书再查 另外一种就是马上查 我更喜欢马上查 但是在看很有阴仰 声词很多的书籍的时候就特别影响阅读体验 我就感觉我不是来吸收新知识的 我是来查单词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听阅事前标出声词的意思 简单明了的单词一扫而过 灰色难懂的单词再深度学习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更少的时间看更多书了 有的同学可能会担心 如果不细细查单词 会不会记不住 我曾经也有这个担忧 但是我后来发现 每次我查了单词读了例子之后 十有八九还是记不住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是的话扣个一 为什么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其实可以依赖语境去记住这个单词 比如说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 麻瓜这个词在不同的环境下仿佛出现 我们的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 所以单词就像陌生人一样 你第一次见不熟 多见几次自然而然会熟 我把这个APP本身显著的功能 全目标在这边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你的 每当我缺乏动力的时候 我就会看看例子的视频 我记得在看电影拉面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佩服女主的学习精神 他真的就是要么在学习 要么就在学习的路上 为了自己想要的成绩 想要的未来 把手上所有的时间都挤出来 调整方法充分利用砸干 让自己的实力全部发挥出来 我曾经算了算我自己一天 自由的时间还有碎片化的时间 我大概每天有4.5个小时左右 没有头上利用 但是用这个时间去看书显然是很困难的 比如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坐车 我都被挤得手伸不出来了 更别说稳定的看书了 可是听书就相对简单很多 带耳机播放搞定 因此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用Apple Podcast 听一些有趣的栏目 比如说No Stupid Questions 这是一个深度探讨一些有趣的话题 有点娱乐又有点知识性 比如说女生就比男生来得友善吗 我们应该忽略自己的短处吗 为什么我们喜欢投诉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 比较有阴阳的栏目 通过使用Apple Podcast这样的软件 我每天能够学习的时间 就多出了两个小时 大家可能比较担心 如果我们以听的方式 吸取知识 会不会没有效果 所以我就特地查了一下 根据New York Times 及纽约时报其中一篇文章 心理学家Daniel就指出 其实两者的效果差距不大 只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罢了 而且也有研究表示 其实同样的文章 不论是听还是看 对我们的理解能力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当然我和大家一样还是有顾虑的 但是我想了想 这些时间用于听书 总比好过什么都不干吧 三个月我考的第六次雅是总分8本 口语7.5分 这是第三次考到7.5分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只是准备口语 录了三遍 part 2 三遍 part 3 四遍 part 1 一共有2000多条录音 却没有看到多少进步 所以我就开始反思 是我不够努力吗 还是方法有问题 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有些问题像是发音语调 是需要长时间专注去修改的 而且我想我的方法也是有一点问题的 雅诗口语是有四个不同的评分标准 都需要得分 所以我需要文字版用于更清晰的看到 思路语法还有词汇的问题 然后录音版用于纠正发音流利度 还有语调这些问题 但是在备考期间我用的是Map自带的录音 为此有一半的时间 我就花在了手动打出答案这方面 这个时间其实可以用来练习更多的口语题目的 后来我就开始用Alt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可以同时录下自己的答案 又将自己的答案转换成文字版一句两得 看文献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经历的过程 有的时候就真的越看越多越混乱 感觉自己好像懂很多东西 又好像不是真的很懂 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又得从一大碟的文献 到找对应的内容 Citation的格式又是一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可以使用Zotero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这个研究工具 我会实现安装它的浏览器插件 这样就可以一键 把文章收藏到这个APP里面了 之后在APP上面打开收藏的文章 进行阅读标记 然后再利用它自带的这个Note功能标记 对应的页数 还有用自己的话 总结一下这个文章 重要的一些信息 这样在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 我能够一眼看到每一个文献 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必要的情况下 我可以一键查看一下对应的文章 在Citation的格式方面 这个APP可以自动生成 intext citation和reference list 这样就真的把我们省了不少的时间 还有经历了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写文章的大神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打在弹幕或者留言区 那我也学习一下 This Matter是一个日期计算APP 通过设置它的Widget 也就是小工具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手上 重要的任务 还有剩余的时间 我个人为了确保打开手机之后 不会被其他不必要的软件干扰 我只留下一个界面 然后把所有没有必要的APP 都放到资源库里面 这样的话我每次打开APP的时候 我要么看到是不同的Deline 要么就是看到Notion 不认识哪一个都会提醒我 别玩了 要开始做事了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使用ReadWise 这个类似中介能的软件 自动帮助我们整理文章的标记 然后Instagram 一暂时阅读自己 所有感兴趣的推送 听阅以更少的时间读更多的书 Podcast充分使用我们的碎片花时间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不再迷怒 也省一下一些时间 This Matters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是这一切的高效率学习基础 还是离不开更自律的生活 所以我们很需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力 或者使用Screen Time 这一类的APP 约束自己 整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 但是当你日复一日 甚至年复一年去做同一件事情 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自律本身就不会那么痛苦 也会慢慢成为理所当然了 这次我只推荐八个APP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非常高效的APP 像是Marginal 3 Notion这两个APP 它们可以说是学生必备APP 但是我想自己 深度使用30天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成果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 自律效率APP推荐的视频的话 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 您走前不要忘了点个赞 现在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